第29届香港舞台剧颁奖礼这天圆满落幕 各大奖项尘埃落定 颁奖礼上有人欢喜有人愁 王婉芝凭着和吴振宇主演的舞台剧 入围角逐最佳女主角喜剧闹剧奖 可惜输给对手狐狸英 而瞎头杨世敏就入围最佳女配角 悲剧正剧奖 不过最终她和奖项失之交臂 好在瞎头对得奖抱平常心 她说有份入围已经很满足 之前经常演喜剧角色的瞎头 这次挑战演正剧 她也演得很过瘾 瞎头就说之后想继续尝试 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观众看完之后都很惊奇 因为看到瞎头会 原来你可以很内心的那些戏 还有就是很认真的那些 都可以演得非常好的 其实所以 所以当然你做为一个演员 不想大家规定你在喜剧那个内心 两边也想做是不是 什么戏都要演 我觉得一个演员就是 什么对 什么角色都可以做得好 想挑战什么呢 下一次 很计算的那些很 很有心机 对 上一届最佳女主角 悲剧正剧奖得主 官宝会是这天的颁奖嘉宾之一 他说再踏上领奖台 令他回想起去年拿奖的那一刻 他说想起自己漏了感谢一个人 这一天我一定要转换这个机会了 我要跟毛敬辉老师说声对不起 因为毛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然后我去年因为自己太颤抖了 太震惊 我都完全忘了谢谢他 所以我必须要在镜头面前 我再向他说一声谢谢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官宝会最近也多了时间留在家中 一个不小心就吃多了 所以现在他要鞭策自己快点减肥 游泳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我游的时间蛮长的 我一游就是一个小时 可是也不太有帮助 所以我决定了就要现在一个方法 就是在一天之内 我只吃六个小时的东西 就是我规定了 每一天就是在那六个小时 里面我吃完我要吃的东西 哦那三餐就发生在六个小时之内 对对对对对对对